哈喽大家好,朋友也是同行,今天刚刚收的一辆,16年的本田飞度,今天我来带大家来看一看这车到底怎么样,又或者说飞度这车,在二组车市场上又能卖多少钱呢,下面我们走着。 大家看到了吗,眼前的这一辆呢,就是本田的飞度,外观我们即使是现在看起来哈,也是十分的时尚,十分的潮流啊,一点也不像五年前的一个产品,日本车啊,确实它的外观一直造的比较的前卫,也是比较的新颖的一种。 飞度呢,也是其中之一啊,飞度在本田的所有车系当中,它算是一个非常非常保值的一个车型了,就不要比啊,那些像什么法系车或者美系车了,飞度的保值率可以说是秒杀他们了。 那飞度究竟能有多么的保值呢,就以眼前的这辆2016款的1.6自动时尚型为例哈,当年是新车制造价88,800,厂价大概能有2000块钱左右的优惠。 也就是说哈,这辆车全部搬下来已经接近10万了,10万块钱买这么一辆AO级的两箱小车,大家可能感觉不是多么的值哈,但是哈,买了飞度就不要管到底新车贵不贵了,因为我一说二游车的价格,大家就会非常的震惊啊,因为它二游车价格确实是非常的高哈。 已经4年的车零了哈,它现在在二游车市场上仍然要卖在7万多这么一个价格上,也就是说哈,4年的时间,这车一年赔不到1万块钱。 能让它价格卖的这么贵,第一呢就是在于啊,它新车,它的降价幅度非常的小,第二呢就是在于它的品牌以及它的技术产品非常的高,尤其是哈,一代飞度,二代飞度都得到了非常良好的一个口碑。 在我们老一辈的口口相传当中,飞度也逐渐从一个啊,买菜车,变成了如今的GK5,变成了神车。 内饰呢,我们也看到哈,飞度的内饰,整体来说哈,除了方向盘是软的,其他哈,各个部分,基本上都是硬塑料。 然后呢,它本田还带着它的家族的一个遗传,就在于它的隔音并不是多么的好,所以我们在开飞度的时候,即使是速度不快的情况下,这车它的拍照还有它的路照都很容易传到我们耳中。 这也会让我们产生一种错觉哈,飞度它跑得非常的快,但其实哈,它仅仅是比普通的AO级轿车快一点而已,动力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的夸张。 那大家觉得花个六七万七八万块钱买一辆二手的飞度究竟值不值呢? 又或者说大家下期还想看什么车呢?也欢迎大家点按关注,只要是大家想看的车,我一定第一时间帮大家去找好不好啊,那么下期再见。